楊佑寧最近生格二寶爸 二日出來搶磚奶粉錢 說到剛出生的寶貝二女兒 到底是像誰 這位爸爸真的太敢說了 父母心嘛 就會覺得孩子每天都在長大 每天都在變 所以現在還沒有特別覺得像誰 可能比較甜美的那個部分 滿像我的 蛤 他有看過妹妹照片嗎 他有隔著玻璃看過 但可能因為現在 還沒有讓他抱到妹妹 所以那個連結 我們感覺還沒有那麼深 他感覺好像對月子中心的故事比較興趣 那他是會有危機感的 還是比較興奮說自己有一個機會 他感覺滿興奮的 因為他好像到處一直去跟人家講 說他有一個妹妹這樣 該為你講到兄弟三才 我一直覺得多姿多順很有福氣 但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主導圈 還是交給太太決定 他願意 我是可以 很願意配合的 此外他還偷偷爆料大女兒 現在已經有迷戀的人囉 他最近滿迷戀我的髮型師 他看著髮型師會 沒有辦法說話 就是會盯著他看的 他其實滿好用的 因為譬如像我女兒 哭鬧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打電話給髮型師 那你跟Honey哥哥講一下好不好 不吃飯 你看Honey哥哥要看喔 乖乖吃兩口 天啊 你是偶像等級的耶 偶像等級 偶像等級 是不是女兒喜歡的型 就是帥的對不對 不是你這樣 我也是帥的 我這邊也是帥的 我也是帥的 而近日和他們夫妻 兩友好交情的Melody 傳出離婚 悠悠聽到 也是相當震驚 你會聽到嗎 我們沒有耶 因為想說 他現在需要的 可能是更多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先不打擾 沒意外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跟我們一樣 我也是帥的 我還是必須能夠 我 bisher不問 軍人 在哪裡 你有一點 有事 沒有